哈喽朋友大家好 根据伦敦的一家顾问公司啊 公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的全球免签国护照 第一名的是日本啊 连续了五年 他们拿到了第一 第二名的就是新加坡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聊一聊 根据伦敦顾问公司亨利帕尔斯星期二 1月10号公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的亨利护照指数 那么该指数是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提供的资料 对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护照优势进行排名 新加坡继续在护照榜上保持排名第二的位置 持有者可以免签证 或者通过落地签证入境192个国家和地区 日本则以193个免签地连续五年排在首位 德国与西班牙可以免签入境190个国家和地区 排在第三位 排在第四位的是芬兰、意大利、卢森堡 有189个免签地 奥地利、丹麦、荷兰和瑞典 则以188个并列第五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阿富汗 只有27个国家和地区 允许阿富汗护照 持有者免签入境 比排在首位的日本少了166个 该公司指出这是护照榜推出18年以来 差距最大的一次 排名显示 中国免签80个国家和地区 排名第66 中国香港免签171个国家 排名19 恭喜咱们新加坡的朋友 可以拿着自己的护照 可以免签这192国家 不瞒大家说啊 我反正拿我现在的那个本啊 到哪哪都是签证啊 光签证费用不瞒大家说 以前出去玩啊 一年都要花个几千人民币 真的 想想就心痛 那朋友们 你们都用这本护照 去过世界上哪些国家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